大家好,我是YG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1月16号 美国大选已经选出了总统候选人 拜登民主党通过了一系列卑鄙的手段 获取了成功 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在1月20号将要举行总统的结论大典 很多人会以为在那天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我在1月14号站了一块 美国总统1月20号美国总统大典会什么样 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在断这个卦之前 有一点需要说明 我的断卦方法会改变 改变以前的讲卦理 以后不再讲卦理 直接下断语 我们一般很多人上网浏览 那是冲浪 休闲的 并不是来学卦理的 卦理非常的枯燥 无畏 假如按照百分比来看的话 每100个人可能有那么三四个对算卦理感兴趣 对卦理感兴趣 更多的人对卦理并不感兴趣 他们更关心的是答案 结果 所以要去除枯燥的部分 提高 和挖掘 有娱乐性的部分 所以从今天开始 直接下断语 不再讲卦理 其实很早的时候 上个月 我就准备下断语 不再讲卦理 担心 频道里的视频 可能会太少了 少了一点 那么现在估计 大概也有三十十个人 不算少了 视频太少的话 很多人会有疑问 这个YG500 到底会断卦吗 会讲卦理吗 那么现在有了 三十十个视频了 也足够能够说明了 所以今后不再讲卦理了 那么看看 1月14号站的卦 得的是 丑月 迎序日的 随旨意 四摇 六摇动 硬摇也破 出摇 空 我下的断语 第一条 国民警卫队 会在迪西地区 最少在建筑物外 100米处 进行部署 在各个路口 进行部署 第一条的断语 国民警卫队 会在迪西地区 各个主要的建筑物外 至少100米外 进行部署 戒严或者是 或者是不允许大家靠拢 之类的这样的情况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游行示威的人群 会喊口号 并举旗帜 反对拜登 或者 反对他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反对民主党的一些 口号 人数 在30万到50万之间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当天 不会有明显的冲突 典礼活动 在紧张的气氛中 进行 应该说 还算是顺利 美国总统大典的那天 不会有明显的冲突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突发事件 第四条 我们谈下拜登 那就是提高这个卦象 断卦的趣味性 把那些 这讲卦里的枯燥性 去除 那么讲一下拜登 当天拜登与亲人牵着手 前来 脸上始终挂着笑脸 笑容 他穿着上衣 或者是领带 是青色的 或者是冷色的 这是他的着装 拜登在那一天 非常的灿烂微笑 穿着上衣 可能是 穿着上衣 或领带 可能是青色的 或者是冷色的 第五条 拜登在当天的说话 会有明显的口误 那么他会讲什么 拜登 他总要讲话 总统了 总要讲话吧 他会讲一些 同志们 同胞们 团结奋进 税收 福利之类的话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 这话到底是他讲的 还是你讲的 那么我们这里 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读 大家看 讲团结 前进 是怎么回事情 父母摇动画胸 合成了一个兄弟局 这里是构成 构成就是团伙的意思 父母摇合成一个兄弟局 也是一个团伙 组成了一个团队 这不是前进 团结的意思吗 再看 合成了一个兄弟局 兄弟不是劫财吗 劫财不就是税收吗 再看 兄弟下面 佛了一个子孙 子孙不就是福利吗 所以要讲团结奋进 共同疗伤 税收福利 诸如此类的话 就那么个意思 所以以后就抛开 挂礼这件下段语 也许讲的会更细腻一点 第三下面条 第七条 重大的总统典礼 这个天气很重要 假如下大雨 挂大风 就不宜进行 那么那一天 华盛顿的二十号的那一天 没有雨 有一些微风 不妨碍正常的进行 可以说 非常适合大典的进行 那天没有雨 天气还是很涉移的 很多人认为 也许二十号 不可能会有总统大典的那一天 拜登 也许不会去之类的 诸如此类的话 我觉得 美国总统的大典 应该还是能够进行的 因为这毕竟是 法律规定的 法律规定的 我们要现实面对 这个卦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